大家好呀,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男子买的机器人女佣 越来越不受控制的故事 这是一个机器人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 经过五代发展 现在的机器人已经和人类机器相似 单凭肉眼完全无法区分 男主人新入一台女机器人 他开始对机器人模式进行设定 在选择保姆模式、女佣模式以及女佣模式后 主人觉得女佣模式比较接近他的要求 所以就将机器人粒粒设置为永久女佣模式 根据机器人协议 一旦被设定永久模式将无法更改 当然对于机器人的安全管理 人类在机器人系统里设置了三大定律 那就是不能伤害人类 不能做事人类受伤害 在不违背一二条的情况下可以自保 很快主人发现女佣机器人莉莉太过呆板 她想改成女友模式但为时已晚 其实主人是不想莉莉像女友一样黏人 也不能像保姆一样婆婆妈妈 而是像朋友一样正常交流 而现在的女佣则太过冷淡 完全没有了人的味道 所以主人开始引导呆板的莉莉 有些人类该有的表现 比如坐下来一起吃饭 一起下个围棋什么的 主人甚至还拿童话书读给莉莉听 当然虽然莉莉是女佣模式 但是拥有与人类一样的思维 以及探索欲望 在主人的引导下也逐渐开朗 但是在机器人的世界里 设计师并未放置嫉妒猜忌恨愤怒等情绪 这都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安全 有了主人的引导 莉莉也对周围事物产生了感觉 但是主人要求莉莉 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家门 这天莉莉无意中翻出一个笔记本 上面是某人写的日记 而内容则充满了愤怒 莉莉认为这是主人写的 她从未见过如此暴怒的主人 顿时像人类一样有了些许害怕的感觉 这时主人回家 发现莉莉看了那本日记 主人则说日记并不是她写的 后面还贴心的给了莉莉一个空本子 让莉莉也写一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主人的关系 莉莉开始向往童话里的自由世界 她也渴望自由 但是主人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能出家门 虽然主人说家里安全温馨 但是莉莉多少有些怀疑 这天晚上主人又开始跟莉莉下围棋 主人突然发现 原来莉莉跟她下围棋的时候 一直在偷偷的让着她 这让原本性质很高的主人大发雷霆 这么大的火气 莉莉可从未见过 她马上联想到日记里暴怒的主人 被吓得瑟瑟发抖 主人知道刚才是失态了 于是晚饭的时候 主动邀请莉莉一起看电视 缓和一下莉莉紧张的情绪 回收第五代机器人的新闻 原来第五代机器人感染了病毒 开始威胁到人类安全 而莉莉就是第五代机器人 这让莉莉担心起来 主人是不是想回收了自己呢 这天莉莉打扫房间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把匕首 和一个跟主人给她的那本一样的笔记本 莉莉马上联想到 这是不是主人用来制服自己的武器呢 顿时陷入了恐惧 主人发现失常的莉莉 安慰着莉莉接过匕首 可是当主人刚走到客厅 却莫名晕倒了 一份第五代机器人回收协议书 莉莉开始慌张了 甚至能出现像人一样的梦境 在梦境中 自己被工厂强制回收销毁 这天主人外出归来 莉莉彻底绷不住了 她提着匕首 逼问主人是不是要回收自己 虽然主人强调机器人原则 可是莉莉根本就不遵守 而这就跟新闻里 中了病毒的机器人非常类似 当莉莉想伤害主人时 意外打翻了主人的购物袋 而袋子里装的 却是主人买给她的生日礼物 因为这天是她出场的日子 也就是她的生日 莉莉彻底被感动了 也完全相信了主人 没多久 两个警察造访 他们正是来这里调查机器人的 两个警察也是很感性的人 为了确定屋子里两个人哪个是机器人 他们偏不用设备 而是采取提问的办法 前面的问题 莉莉表现得露露大方 跟真人没什么不同 可是后面的问题 慢慢出现了端倪 警察发现 这个主人和莉莉都倾向于机器人 最后警察认定 莉莉是机器人 想要攻击莉莉是 而莉莉则说主人是机器人 但是警察依然把枪口对准了莉莉 关键时刻 主人为其挡枪 警察最终得出结果 莉莉是人类 而男主人才是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三原则是烧录在硬件上的 病毒也无法更改它 任何情况下 她都不会诬陷伤害主人来自保 莉莉这么做 只能说明她不是机器人 事实正如警察判断 一年前莉莉购买了男机器人 长时间的相处 机器人对莉莉产生了感情 而莉莉又因为失恋导致精神失常 所以机器人就把她是机器人的思维 灌输到莉莉脑海里 目的只为和莉莉长相厮守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执着于爱 守护于爱 可是这不属于自己的爱 哪怕付出再多 来自不同世界的两人 终究还是会错过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敏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